很難拔 當然如果說經常在考試用的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常常拔的話久了就鬆了 鬆了很快就拔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 實在很難拔 很難拔的話有時候還是要借工具 那有個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 原則上考試當然 反正有問有差 有些他比較硬一點 他說不行 那你就不要拿出來 如果說OK沒問題 那你就可以拿出來用 或者是說你要去學那個技巧 就是說拔的時候呢 稍微左右左右 但你不要 左太多整個 針腳也會歪掉 有些是技巧的問題 原則上只要大概多練習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也是需要經驗 尤其也需要一些力氣 像有些考試女生比較少 原因在這裡 因為說真的女生力氣不夠的話 光拔這個就拔不太起來 另外電源供應器部分 原則上 電源供應器呢 主要就是有幾個線 一個是主機板的 主機板上面呢 可能如果新的一定會有兩條線 也就是一個是比較寬的 一個是單一條線 那如果說早期 P3的 有些考場甚至還提供P3 他沒有另外一條 就是 比較 小一點的線 只有 寬的那個線 其他把那個電源拔一把電源供應器 電源供應器也可以拔得起來 那像我們這邊有個準系統就是模擬那個裝進那個考場的 那他電源供應器很小 而且還有一個角度 他沒有螺絲 但是就是要知道那個角度把它往上扳 就可以起來 他沒有螺絲的 那其他界面卡 那上準系統就沒有界面卡 沒有界面卡 你就不用去拆他 有一些有網路卡 或者是有 VG的卡 那你就是要拆一個螺絲把它拔起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鍵盤滑鼠一般有些考場跟你講說你不要動沒關係 因為這個大家都會 那拆完之後的話 你要知道這些名稱 不過我覺得這個應該OK 這個這個部分會有錯誤的可能性比較小 那再把它裝回去可以開機就OK完成 以前甚至那個前一個就是說 因為考試有改過了 以前甚至還要拆到那個RAM 記憶體也要拆 那現在就不用怕說把 拆了把它弄燒掉更麻煩 再來的話製作那個網路線 再來就是說那個線材 會到時候會給你一條線 那再來就是你要記得那個順序 這個順序要背起來的 其實主要就是一組一組的 一二一組 一組有沒有 你會發現一定是白在前 橘在後 就是說 一定會有個白的 然後 只是說這兩個顛倒 這個 這兩個顛倒 這兩個顛倒 那記的話當然就是 藍綠 藍綠會顛倒 你又把它想 想成那個 政黨輪替 這樣也可以 顛倒的話 這樣記下來 那另外 中 那原則上擺在前面 你只要順序正確就可以 你就是 壓線的時候 那壓好 那把它套上去 壓緊 其實大部分都可以通 如果實在不通 倒楣一點的話 還有第二次機會 因為它給你四個頭 所以原則上 把這個記下來就沒有問題 那做法我會帶你做一次 讓你知道說怎麼去壓線 判斷 判斷